放开我 干吗呀 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 你没做好准备呀 什么准备 女侠 咱们都是成年人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 大胖小胖都是胖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 看你这熟练的手法 应该欺骗过不少巫少女吧 你敢 我今天就去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你不逼我打女人 怎么着 还想还手啊 不报警抓你就已经很客气了 还想跟我的小胖胖比 你连名字都不太提 以后再敢招要撞骗 好 我现在就给你送到派出所啊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了 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 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 不用谢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小心 你没事吧 你也不赖 走 我还害怕你这么出来我呢 毕竟我这 变化有点大 看你头像这么帅 我也挺不担心的 不过见到本人之后 简直就是小时候的放大版 一模一样 我 我 我小时候是不是特傻一大段 带手你整天喊饿 认识你这么久 我都没探出过你底线在哪儿 小时候你们吃不完东西都往我那儿塞 我这一只肉 你们功不可没 出现了 深渊俱口 我这儿要秉承全土 联系优良习惯 小时候他们老过取车号 叫什么 食物粉碎机 用饭打鼓 反正是 就跟吃的有关 还有这些绰号呢 我只记得他们叫你小陀螺啊 对 陀螺 他们说我是只会原地转 不会向前滚 整天追着我屁股后面嘲笑 他们可不知道 我要是追急了也是会生气的 是吗 那我整天拿伞赶着你 你岂不是恨死我了 要说也是你学他们欺负我干吗 我要不是对你有点好感 我也给你翻脸 谁欺负你了 没有我 你跑步能及格 要不说咱俩不一样 对吧 自从咱俩认识 你在我心目中就是女侠 你在追我八百条街 我也愿意 我们之前是怎么认识来着 我都忘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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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次我被人欺负 然后你从天而降 跟女侠一样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些人逼你爬树 你被困下不来 他们在树下朝你扔石子 我看不过去 帮你把他们赶跑那次 对对对 就是那次 他们天天欺负我真烦人 幸亏你来帮我 来来来 吃 吃 吃东西 我走了之后 他们是不是还叫你胖月瓣 然后画两个月亮嘲笑你 他们敢画月亮嘲笑我 我画十个太阳 我消灭他们 两个月亮是你我之间的秘密 别人怎么会知道 我们好像也不是那样认识的 刚才那是我编的 你根本不是小胖胖 你听我说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听我 你听我跟你说 过去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 对吧 咱们俩误打误撞认识 你心里有个胖胖 我正好也是一胖胖 这是什么 这就是缘分 对吧 这也叫天意 咱们就顺着它的意思 发展发展 是吧 你听我跟你说 你听我跟你说 听我跟你说 放开我 干吗呀 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 你没做好准备呀 什么准备 不是 女侠 咱们都是成年人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 大胖小胖都是胖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 看你这熟练的手法 应该欺骗过不少巫少女吧 你敢 我今天就去他们好好教训你 教训你 你 你不逼我打女人 怎么着 还想还手啊 不报警抓你就已经很客气了 还想跟我的小胖胖比 你连名字都不太提 以后再敢招要撞骗 好 我现在就给你送到派出所啊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了 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 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 不用谢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小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走吧 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医院实习 你 莫名其妙抱我的地方吗 这都是事处有意 你不是带我来找小胖胖吗 来这儿干吗 因为你要找的人 就在你面前 我那天在这里抱你的时候 我就非常确定 你是我等的从容 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小女孩 你终于来了 不是 我等你很久了 丛容 我是说我就是小胖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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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这段回应 能给我们的关系解上添花 从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